投资朋友欢迎收看财经浩角 今天我们特别来聊一档ETF 叫做00757统一尖牙五股ETF 这档ETF是目前市值规模大幅跃增的ETF之一 主要来自于我们都很清楚在本轮流水以来 整体美国股市动能的涨幅 其实就是来自于主要几档的全值股 不过这也使得市场上的风险 形成了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那就是现在从高盛的报告进行统计来看的话 其实美国股市目前从4月以来整体的涨势 主要都来自于五档股票 这五档股票分别是微软、苹果、辉达、Amazon和特斯拉 而这一档这几档股票的一个涨幅 基本上已经占了4月以来涨幅的一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整个美国股市动能的一个涨幅 其实就是看几只全值股在那边称而已 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探讨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市场上买盘力度极强的这些个股 它本身推升的动能足够强烈吗 而这档00757统一兼牙五股是否能够代表这几档全值股重要的推升力道 以及它所追踪指数背后的内涵呢 我觉得值得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以及探讨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资料好了 从基本资料各位可以很清楚 基本上我都对现货型的ETF普遍是有明显的看多心态 我也认为只要是现货型的ETF都能够充分的达到分散个股风险的效用 而且只要从中长期来看股票永远都是涨的 何况它是ETF会自动帮你太弱还强 可惜的一点是这档ETF 第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内扣费用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这档ETF的内扣费用是1.3% 虽然我们从纳指的涨幅来看 普遍纳指100的涨幅每年年化大概都会有10%左右的报酬 1.3%感觉不是特别的大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海外型的ETF其实相对是有更便宜的管理费用的 这使得这一档ETF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内扣费用稍微来得比较高 这个投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OK之后我们拉回来聊一下 那具体而言到底现在我们对于这一些相对追踪海外型股票 在国内所发行的这些ETF当中 有没有哪些是特别值得来做一些关注的 而这几档背后它各自所追踪的风险又为何呢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这一档00757同一经验五股 跟一般这种指数型ETF所投入的不同 正常我们看到 比如说在国内的ETF当中追踪海外型的股票 有一些纯追踪指数 比如说富邦纳斯达克 比如说国泰费城半导体 这些呢它是以指数的成分组成作为主要的筛选对象 而00757它更像是一个精华再精华 它并不是追踪特别的大盘型的指数 而是追踪特定指数 它是以尖牙五股作为主要的追踪对象 而它所追踪的尖牙五股当中呢 其实主要是什么 主要还是跟科技有相关的 而它的成分股也不是只有五档 而是有十档 而这十档当中 虽然现在是十档 看起来好像比五档多 但也是在众多的ETF当中 应该算是档数最少的一档ETF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成分股 来跟各位做些说明 各位从图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档ETF所进行的持股权重 最大是苹果 再来是9.1%的亚马逊 然后有6.5%的阿里巴巴 7.9%的百度 7.8%的脸书 9.4%的Google 9.5%的Netflix 13%的NVIDIA 辉达 还有12.4%的特斯拉 以及6.2%的Twitter 也就是说我们从成分股来看的话 这一档ETF是以软体股为主 硬体股为辅 那主要就是跟一些科技相关的前端企业 那当中除了美国之外 最大的国家的成分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这一档ETF它整体所筛选的一个成分组成 第一个 它的企业肯定是你所听过 而且在相对各自的产业都是垄断型的巨头 那第二点 它本身所拥有的国别 是属于中美两大体系皆有 所以你看到中国股价的走皮 很容易会影响到这一档股票的一个走势 那第三点 这一档股票当中 唯一明显跟晶片股有实质相关的 并不是台积电 而是辉达 那最后它本身也有一些电动车相关的特斯拉 这个是值得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些关注的 好那在了解整个行情背后 以及成分股及指数所筛选的一个规则之后 我们就可以拉回来看 那具体这一档ETF 有没有一些具体资料 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关注呢 我们从图表上 来跟各位做一些检析 各位可以看得相对比较清楚 从图表上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知道说 在整个行情的变化当中 这一档ETF它所追踪的 是属于ICE的Data Index 简单来讲 它所追踪的就是 相关NAS达克的尖牙无辜指数 所以这个指数在美五股市 也有明显的追踪的指标 而这个所追踪的指标当中 基本上它的市值 必须要是50亿美元以上 而且流动性 必须要六个月的日均成交值 5000万美元以上 这个流动性肯定是比台北股市 任何一档现货行的ETF 还要来得好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就是它的内扣费用 以及追踪绩效的问题 我刚才跟各位有提过说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第一个它最大的问题是 内扣费用的问题1.3发 相对于海外型 国外所发行的这些ETF 扣的比较多 第二点是关于 绩效回推的问题 怎么说呢 我们从绩效回推来 跟各位做一些借鉴 这档00757过去的绩效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我们所看到的 橘色线 而另外我们所看到的蓝色线 是这档ETF 本身所追踪原指数的绩效 在2020年3月份以前 我们看到其实绩效整体的误差值 大概都在5个百分点以内 可是如果我们从目前 从它挂牌以来 整体绩效的回推 会发现 从去年10月份以后 似乎整体的绩效的落差值 是越来越大的 其中一点是内扣费用 因为内扣费用 它会反映在禁止上 所以势必会影响到股价的下滑 另外一点 00757 从它挂牌以来的报酬 是167个percent 而它实质所追踪的 纳萨克尖牙无辜指数 只是200个percent 也就是说它足足落后大盘 有三成三的一个表现 这就形成一个市场上 比较诧异的一点了 因为照理来讲 我们投资ETF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推顿手段 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按照的指数该有的报酬 我可以允许你 赚了一些内扣费用 赚了一些手续费 稍微有一些误差 但是如果从三年以来的报酬 落差值居然来到三成左右 那投资朋友就要理解 三成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千万就差了三百万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从市值规模来看 这一档00757 它的规模持续在增大 而这个增大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是受到市场上 对于科技股的持续的青睐 我们看到本轮虽然科技股开始下修 但是底下仍然有非常明显的买盘力道支撑 因为在本轮牛市当中逢跌必满 似乎已经形成了投资者 尤其是散户投资者最好的一支手段 所以我们看到ETF规模在持续膨胀的同时 也要看到它背后本身内扣费用 以及报酬率追踪所带来的风险 我们对于科技股的一个想象 从中长期来看 在本轮生产力循环 应该都会持续的跑赢 标普500指数以及道琼 这个不遑多了 这个不用特别去解析了 为什么 因为在生产力循环当中 能够驱使成长股的必定是科技股 但是在科技股成长的同时 你想要参与这一波的行情 第一点是忍受它的波动度肯定会巨大 第二点是你在挑选相关性的ETF 一定要了解内扣费用 成分股 跟追踪原指数当中 报酬绩效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反倒投资朋友会建议说 不如去参考一下 相关以美元计价的 海外发行的这些ETF 那你说海外发行ETF 麻烦我不愿意 当然如果是1.3% 跟它的年化报酬率比起来看 的确稍微比较小 但是也要注重一下 它的报酬率跟原指数当中的差距 是不是应该来到这种大 或者说如果你有买 那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 来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提供给观众朋友 如果偷偷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Gmoney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或者有任何的问题 想法也欢迎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区 来进行留言和进行交流 我们就期待 下一次财经号角 持续跟各位再相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